走遍天下游遍周 人心怎比水长流 初次香蕉甜如蜜 日久情书喜遍幽 亭前背后延长短 恩来无异反为仇 只见桃源三结义 哪个香蕉 倒白头 这前两天呢 咱们讲了这个清征准嘎尔的时宜 本来啊 今天就想转到大小河桌了 这稿子都写得了 咱们投一番啊就得先讲讲啊 这河桌的来历 什么叫做河桌 可是呢突然就想起来了 有一段书已经构思很久了 就等着呀 讲完这个清征准嘎尔之后 作为这个准嘎尔部的这个翻外篇 跟咱们这个书馆里的好朋友 我聊聊呢 说的是翻外篇不为过 因为确实和咱们这个清征准嘎尔啊 不挨着了 那但是为什么又留到这个清征准嘎尔之战 以后来讲呢 那必然呢 是有一定的联系 这阿姆尔撒那呀 虽然是准嘎尔的一个叛乱分子 但是呢 咱们不得不说呀 他是咱们前面那段书的主线人物 咱们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他来讲 乾隆22年 这阿姆尔撒那得天花就病死 在托伯尔斯克了 那这个地方可都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远东 那可是俄罗斯的内地 那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和他有关系吗 有关系 这阿姆尔撒那呀 病死俄罗斯以后 这个墨西蒙古的残暮 还有这个一些啊 这个墨北蒙古不愿意归穿大清的部众 在他们心里啊 这阿姆尔撒那作为神一样 被歌颂 被纪念着 据这个俄史记载啊 在那些人当中啊 传言阿姆尔撒那 有神奇的魔力 能够召唤彩虹 呼风唤雨 或者是呢 天降大雪呀 来阻挡敌人 并且关于他的死 也有很多的传说 并不像正史所载的那样啊 是死于天花 死在俄罗斯 在这些蒙古部落当中啊 都传说呀 他是愤怒菩萨 大黑天转世 骑着骏马 在草原上游历 后来呢 被这个结拜兄弟抛弃以后啊 发誓在一百二十年以后 要回来为这个魏拉特报仇 给这个魏拉特报仇啊 这件事好理解 那必定嘛 这八旗军确实啊 平定了准嘎尔 让这个准嘎尔 韩国呀 王国灭了种 关于啊 这个被结拜兄弟抛弃 这个结拜兄弟是谁呀 无证可查 无实可查 就不知道是谁了 应该呀 只是一句单纯的传说而已 这阿姆尔撒那呀 死于1757年 哎 归齐啊 没等到一百二十年 在一百零五年以后 一八六二十年 这一年啊 正好是大清的同志元年 在俄罗斯的卡尔梅克那儿的蒙古部落当中 灰特部降生了一个蒙古孩子 那有人说这只蒙古部众在这个蒙古高原上吗 不是远了 在欧洲 在这个离海附近 完全到福尔加河下游 现在这个地方啊 叫卡尔梅克共和国 主体民族呢 就是威拉特蒙古 包括呀 这个图尔护特部啊 还有这个灰特部 这个孩子呀 就是灰特部的人 他长大以后啊 就自称是阿姆尔萨纳的转世 并且流窜到了新疆 自称啊 又为整个魏拉特报仇 这个人呢 就是从光绪年 一直到民国称霸整个西域 让人闻风丧胆的黑喇嘛 单必尖赞 这个人呢 他又叫黑喇嘛 也叫假喇嘛 至于他是不是藏传佛家的喇嘛呢 不从考证 但是啊 他总是以喇嘛的装扮世人 这个家伙极其凶恶 是中俄乃至后来独立的 蒙古国三国通缉的要犯 这蒙古国刚刚成立啊 就对他施施了死亡判决书 当然了 是缺席审判 并且呢 这蒙古国内务部和俄罗斯克格勃 两大强硬组织啊 联合一次斩首行动 才把他致死 后来脑袋也被嘎了下来 哥咱们这个大明朝啊 有一句话 被传手九边 就是挑着呀 在蒙古各地巡游 最后啊 还被收藏在了 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立人类学 民族学博物馆的艺术间展馆 您到那儿啊 跟这个工作人员打听 您说您要看这个编号为 3394号的展品 这工作人员呢 就会把您领到那个相应的展柜 那里边放着的 就是风干了的黑喇嘛的脑袋 那么说这个黑喇嘛 他到底做了什么 这么招恨 最后啊 才导致不能够入土为安 把自个儿的脑壳活活的 就混成了展视品呢 刚才啊 咱们交代过了 这黑喇嘛呀 出生在俄罗斯的西部 也有人管那块地方啊 叫西蒙古 实际上这一部分蒙古人呢 就是当年那个 土耳护特布人东归呀 谁来得及呀 和这个大部众啊 一起回归大清的那部分蒙古人 最初这黑喇嘛呀 也无非就是个牧民 在这个福尔加河流域呀 过着这个游牧生活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呀 他参加了十二岁党人的活动 简单的说呀 就是反沙皇 不过这个反沙皇 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 列宁啊 斯大林他们 不是一磨子 那没过多久呢 十二位党人这个革命失败了 这沙皇政府啊 就把这黑喇嘛 关进了监狱 可是这家伙生性彪悍 他还就越狱逃脱了 跑哪去了 他就寻着他祖先呀 土耳霍特布人 东归的脚印 一直啊就逃到了西藏 新疆地区 他自己说呀 在这段时间呀 他这个学到了很高深的法力 他在修习这个密宗教义 也就是啊 他在修习这个喇嘛教 实际上呢 从后来他的表现来看呢 这个人对佛呀 也没有什么敬畏 对这个佛教的教义啊 也没有什么理解 刚才呀 咱们开头的时候就说了 他自己声称啊 他就是阿姆萨纳 一百二十年后啊 来到这块草原上 为这整个厄鲁特报仇的 阿姆萨纳的转世 听着呀 是挺可信的 挺能蛊惑人心的 可是我在这跟您说吧 不是那码子事 一开始啊 他报的名号不是这个 他说自己呀 是末代大汗 达瓦奇的后人 可说的呀 这个瞎话 他编的不源泉 很容易啊 就能够让人戳破 那有人就问他呀 说你既然是达瓦奇的后人 你姓什么呀 那他说了 我呀 姓丹碧 那有名呗 人家一听了就乐了 说不对吧 这达瓦奇 人家姓绰罗斯 他一琢瓦呀 是什么的事 不能冒充是谁谁的后人 关键就是这个不足和姓氏不好办 后来这黑喇门一琢瓦呀 我干脆也别这个达瓦奇的后人了 我就阿姆萨纳转世 这个你想查都没地儿查去 之后他就自称自己是愤怒菩萨 大黑天在世 阿姆萨纳的转世灵童 这草原上的人呢 受这个藏传佛教影响多年 一来二去呀 也就信了他这个说法了 那么他给自己罗织了这些名号 他要干嘛呢 他就要啊 策动这个外蒙古造反 脱离这个大清朝的统治 1890年以后 他两次参与了这个外蒙的反叛活动 不过那会儿啊 他人单世故 两次都被清政府逮着了 那会儿的俄国人呢 他认为这个黑喇嘛是他们的盟友 为什么呢 因为盟友的盟友啊 就是自己的盟友 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俄国人呢 是愿意看到蒙古独立的 他好更好的能够控制这块土地 于是这俄国人就通过当地的领事馆呢 向清政府证明 说这个黑喇嘛呀 他并不是蒙古人 他是俄国人 你这个大清朝啊 并没有处理我俄国公民的权利 光须一年 大清国已经积贫积弱到最低谷时期了 那既然这老毛子的领事啊 这么说 那也只能把他放了 于是就两次都把这个黑喇嘛呀 驱逐出境 没过多久啊 这辛亥革命一声炮响 这大清国呀 亡了国了 这外蒙古啊 在沙俄的鼓动和策划下 终于脱离了中国 当时啊 在外蒙新疆驻军呢 是北洋政府 在那些地区的地方官啊 也都是北洋政府所派 这黑喇嘛呀 就成了和这些人作战的急先锋 也不知道从哪啊 他组织了5000人的军队 这支军队厉害了 大家都不知道啊 他们是谁在背后支持 因为他们的武器装备都十分的先进 也就是黑喇嘛呀 带着这支部队 最先打下了 这北洋政府在外蒙的重镇乌里亚苏台 这黑喇嘛作战呢 就一个特点 他手底下 无论是俘虏道的中国官兵 和当地的汉族官员 以及汉民 回民 等等等等啊 不留活口 在这个俄国史上当中啊 有详细的记载 这孙子残忍到什么程度 把他所勤获的这个北洋政府官员 绑在树桩上 他右手持刀 抛开这个俘虏的胸膛 左手啊 就伸进胸膛 掏出心臟 那有人就问了 那干嘛使啊 有的呀 就被他吃了 有的呢 就被他用来礼佛用 这个用这个人心呢 人脑和人血 获得一起啊 敬他的这个 所供养的藏传佛像 不知道这喇嘛教 有没有这么一说 但是我认为 这是对佛的大不敬 可是啊 这库伦政府很喜欢他 这库伦政府啊 就是新成立的蒙古国政府 您都知道 那会儿苏联还没有呢 这蒙古国虽然独立了 也是一个藏教合一的 这么一个政府 他们的头子 本身就是一个大活佛 这活佛一高兴啊 还就真封了黑喇嘛 一个活佛的封号 于是这黑喇嘛后边 他有了后缀了 他叫做 单臂奸赞 糊涂祸涂 这黑喇嘛呀 手里养着五千兵 他呀 得给这五千人找范门呢 于是他脑袋一拍呀 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他抢占了一块好地方 哪儿啊 甘肃和新疆之间的黑隔壁 听这个名字呀 是块布毛之地 可是您不知道 这儿可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商骨云集呀 那在这儿干嘛呀 建成抢劫呀 是能收税的就收税 不交税的就抢劫呀 你只要稍稍的反抗啊 那就是一个死 并且死法很残忍 据说这黑喇嘛呀 身不离枪 您在后来呀 很多流传在世 他的照片上看呢 他也确实是身不离枪 不但如此 这残忍程度一点都没变 在他屋子里的装饰画 都是人皮做的 就因为在这丝绸之路 咽喉药道上 有这么一支强大的匪帮 所以这丝绸之路啊 不得不再次改道 这历史上丝绸之路改道啊 有很多的原因 有的呢是匈奴作乱 有的是啊 这个封杀侵袭自然原因 没想到这最后一次改道啊 竟然是因为一支吃人的匪帮 您想当时正是民国初年 那中国政府啊 没有什么能力去清剿这支汉匪 也无非啊 就是在这个晋江的药道上 修建了名水军事药塞来防范 这支匪帮的欺扰 这黑喇嘛呀 对当地的百姓而言 是一支汉匪 可是对他们自己而言呢 却是良性循环 越抢啊 就越富裕 越富裕呢 装备就越精良 后来呢 这黑喇嘛 也不满足于呀 坐债收税了 干脆呀 派兵出去抢夺 他所到的这个村庄部落呀 一律是学习不留活口 据说呀 当地新疆哈密 内蒙古 俄齐纳 甘肃的安息等地呀 那老百姓晚上吓唬孩子呀 都不用老虎 都用黑喇嘛来吓唬小孩 赶紧睡吧 睡吧 别哭了 再哭啊 黑喇嘛就来了 您就想吧 这孙子当年他有多遭人恨 那为什么这俄国人和这个蒙古人后来又视他为敌了呢 这失业革命一成功啊 这苏联人立刻在外蒙啊 就扶持了自己的政权 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政权 这一下子就和黑喇嘛的政见呀不一样了 黑喇嘛就是想成立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 恢复当年蒙元最牛逼的时刻 这黑喇嘛混蛋劲一上来呀 那他可不光是杀这个汉人跟回族人 那他的菜单上啊就又多了这个苏联人 以及来清剿他的外蒙部队的人心 这黑喇嘛的根据地啊就在明水耀塞以东八十公里的地方 那个地方啊叫马宗山 马宗山南部的丘陵当中 在那儿啊黑喇嘛建立了一座城堡 叫做滚拨拳黑喇嘛城堡 您现在去看呢还有一计 这座城堡啊就修建在这个山顶上 现在您看当然是断壁残垣满目苍凉 但是您仔细观察呀 仍然能看出当年宏大的格局 这个方圆一公里之内的山丘上啊 修建了无数的战壕暗保火力点 这山上还设了这个五方岗楼 尖十四方就这样啊 就形成了交叉火力王 这外边的军队想攻进来啊难了 据说在最强大的时候啊 在他的城堡里有五百丈民 这一帐篷里边住的肯定不是一个人 肯定是一家子人 我跟您说说这五百丈它有多庞大啊 当时啊 这土耳呼特部的王爷治下只有97丈募民 您就能想到啊 当时的黑喇嘛的势力是有多么的庞大 这会儿啊 中国政府是没有能力治得了黑喇嘛了 只能啊对其防范 可是有人横啊 谁横啊 苏联人横啊 这苏联的克格伯呀 就联合了蒙古国的内务部 商量着就要除掉黑喇嘛 于是啊 这两个部门就在蒙古国 训练了一百个死士 哎 他们叫做特遣队 准备对这个黑喇嘛实施 斩首计划 等这个计划周密以后啊 说有这么一天 在黑喇嘛的城堡以外啊 就来了三个喇嘛 那这三个喇嘛都是谁啊 书中暗表啊 其中有一位啊 就是这蒙古国的内务部长 叫巴勒丹道尔吉 还有一位啊 是蒙古国的军人特工 叫做南兹德巴特 这三个人化妆成喇嘛 自称是啊 尊丹巴糊涂喝图 派来的使臣 联络黑喇嘛呀 一同攻打乌兰巴图 粉碎这个呀 苏联控制下的傀儡政府 恢复这蒙元帝国呀 这黑喇嘛呀 还就真接见了这三个人 不过呀这三个人一看呢 没法下手 这黑喇嘛身边呀 总是有十几个 标型大汉的保镖 于是贼起非制 就有了主意了 这位内务部长啊 巴勒丹道尔吉啊 假装病了 好几天且不来抗 于是啊 就派另外一个人呢 就找到了黑喇嘛 跟黑喇嘛说呀 活佛呀 您看我们这个特使啊 眼看就要不行了 希望您在他最后的时刻呀 能给他念念经啊 超度超度 这黑喇嘛于是就放松了警惕 就到了这个内务部长的床前 这个时候啊 那名特工巴图鲁 南兹德巴特尔 手起刀落一刀 就把这个黑喇嘛的脑袋 砍下来了 据说这个巴勒丹道尔吉 当时啊 一手提着黑喇嘛的脑袋 一手抓这个黑喇嘛的人心 跑到帐外呀 先放了一枚信号弹 这四外枪声就起来了 书中代言啊 这就是他们提前准备的 那一百名死士 巴勒丹道尔吉啊 对着黑喇嘛 这帮手下说 你们看 这就是他的人头 另一只手抬起来说 这就是他的人心 然后还在这黑喇嘛的人心上 咬了一口 然后问这帮手下你们还不投降吗 这帮手下一看呢 优贺 这家伙比我们这个大活佛还 有的呀就四处逃散了 有的是就地伏法 最后啊 这一百多人呢 压着六百多俘虏 回到了乌兰巴图 这黑喇嘛的脑袋呀 用福尔马林泡了 船手九边 在各个城市是寻回展出 后来啊 就被这个苏联圣彼得堡 俄罗斯国立人类学民族学院博物馆 艺术间展示馆所收藏 编号3394 甭管呢 是谁把这黑喇嘛弄死的 总算是除掉了 在丝绸之路上 在西域的一个大魔头 如果当时放着这个黑喇嘛下去啊 现在的新疆甘肃 以及内外猛的形势啊 还不好估计 所以说这恶魔一死啊 是大快人心 咱们故事啊 是明天继续